加拿大西部阿爾伯特省發生洪水造成最少兩人喪生 數以萬計的居民被迫離開家園 據當地官員在星期五說 卡卡里市今次的洪災受到的打擊最大 最少有10萬人無家可歸 在卡卡里市中心部分地區的住宅和店鋪被洪水染沒 電力供應亦被中斷 當局亦被迫封閉部分道路和橋樑 連續多日的大雨洗到當地的河流水位上漲 在阿爾伯特省部分地區 兩天內紀錄到超過100毫米的降雨量